大家好,歡迎今天回到大澳一齊傾下講下, 大家聽到後面的羅鼓聲, 今天是五月初五段五節, 喜歡這段影片的朋友, 希望大家留言讚好訂閱我, 余心同行這個頻道, 一講到體育文化活動, 我就想起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就是香港民聯會長, 立法會議員馬逢國先生, 你好,歡迎你今天來, 是呀,非常高興, 我聽說你年輕時, 都很喜歡水上活動, 挖艇, 我當時差不多一樣, 我都喜歡玩的, 就是挖艇, 獨木舟, 甚至爬龍舟, 有十年我是有爬龍舟的, 這麼厲害? 我是打鼓的, OK, 我們這裏大澳的居民, 尤其是漁民, 和我們陸上的居民, 水陸居民應該這麼說, 都很喜歡排龍舟, 我們每逢每年的初五, 無論在這裏的居民, 出去做事的居民都會回來, 所以你見到很熱鬧, 今天大澳除了有龍舟賽之外, 我們還有傳統的龍舟油蔥, 馬議員對傳統龍舟油蔥, 知道少許的, 我是特地上來認真參觀, 因為油蔥同樣很有功夫歷史, 相當悠久, 由這裏的居民保留下來, 它和我們現在社會面對最大的問題, 都有些關係, 當年都是因為有瘟疫, 要拘除瘟疫, 當地居民通過油蔥的形式, 去驅逐病毒病毒, 是的, 我還知道當年的油蔥發生在八月十五, 因為疫情在農曆八月, 油完蔥後, 整個大澳就沒事了, 疫情已經過去了, 不過為了要保持這個傳統, 我們就在端午節下, 更加熱鬧, 大家既可以運動, 又可以有一個很好的紀念日子, 如果吸引到外地的訪行, 我覺得都很有特色, 不如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先下了神艇, 一齊去看看油蔥的情況, 好嗎? OK 我在大澳出生, 在這裏成長, 我還記得在一九七零年代, 大澳曾經有超過五百艘的漁船, 人口超過兩萬, 加上流動人口其實接近三萬人, 漁民為了面對大自然的不確定因素, 影響漁獲的預算, 就團結起來, 組成漁航, 容易分工, 捕捉黃花魚為主的大美艇漁民, 就組成合心堂, 捕捉池魚為主的爬艇漁民, 就組成爬艇航, 而收購仙魚轉銷的漁箱, 就組成仙魚航, 以解決紛爭, 在百幾年前的時候, 大澳出現瘟疫, 他們就用他們的龍舟, 鋪著小艇在水道巡遊, 小艇上就載有從大澳各個廟宇接來的神像, 藉此潔淨社區, 驅除瘟疫, 之後我們稱為龍舟遊沖的傳統活動, 一直維持到現在, 說明傳統龍舟有很多禁忌, 例如女性嚴禁觸摸龍舟和神艇, 而當龍舟和神艇過橋的時候, 亦都不可以有女士, 如果有對夫婦想生兒子的話, 她老公在妻子產前的一整年, 都不能爬龍舟, 因為老人家就流傳說, 龍殺氣大,對胎兒不離, 如果家中有喪事的話, 一個月內都不能觸摸龍舟和神艇, 而上龍舟的時候, 亦都必須赤腳, 因為如果穿鞋或拖鞋, 就視為骯髒, 對龍舟不敬, 而龍舟派在拜神之前, 又不可以享古, 一切要保持安靜, 在大澳, 龍舟經過棚屋時, 家家戶戶都要立刻將它 浪在外面的衣物收起來, 端午節期間, 食魚亦不能反轉魚身, 因為怕有反艇, 不吉利的意思, 大澳端午龍舟遊沖, 主要活動是由農曆初四開始, 傳統儀式有, 就是合心堂和鮮魚行, 初四就會去彩青和接神, 而初五輪到爬艇航接神, 才開始游沖, 三個龍舟都會在大澳四間廟宇接神, 請出代表天后關帝雄盛的小神像, 還有一個儀式, 包括一個叫渴龍的儀式, 就是以生雞的雞血加入酒製成雞紅酒, 將酒灑在龍頭至尾船身上, 用來潔淨龍舟, 主打的活動這個游沖, 我們稱為游神, 是由三個龍舟會的龍舟, 拖著再有菩薩小神像的神艇, 巡游水道以潔淨社區, 保佑水陸居民的平安, 整個意識活動之後, 當日下午三個龍舟會, 就會將小神像送回各個廟宇, 馬Sir, 看完游沖了, 香港這幾年轉變這麼大, 你對於香港的文化產業, 其實有沒有一些新的看法呢? 我覺得文化產業, 除了可以幫助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外, 其實它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可以增加一個地方, 或者一個城市的魅力和活力, 如果我們發展得好, 除了吸引遊客, 我們自身的居民, 亦都可以加強凝聚, 大家可以更加好共團結, 有一些歷史的東西, 一些傳承下來的東西, 是可以得以繼承的, 大家一起去做, 就少一些爭拗, 所以我覺得傳承好中國的 傳統歷史文化, 是非常重要的, 但我來說, 這裡有太多一些歷史傳承的東西, 我們現在應該發揮好出來, 將它重新包裝也好, 重新去演繹也好, 令它可以發揮一個文化產業, 和一個文化傳承的功能, 多謝你, 馬先生, 希望大號你繼續幫我們做文化產業的傳承, 和一個發展, 我來過幾次, 越來越喜歡大號, 所以可能我將來都會在這裡, 推動更多的文化活動, 或者文化產業的活動, 有你的支持, 我便保持這個初心, 我繼續為居民發聲, 為香港的長遠, 可持續發展率力, 希望我們一起努力, 多謝馬二議員, 一定支持你, 多謝馬二議員, 去世間大部, 去世間大部. 是 我覺得 , 雍貓, 、 有 正